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香奈品牌代言人王一博穿着黑色格纹外套写了一条宣传推文,很快就获得了一万多条转发! 在几秒钟内享受孤独的自我一致性,只有准备在2023年踏上心的航程,放慢脚步,也是更稳健前行的好方法。 网友纷纷表示,你是我梦中的幻影,人间情动人!你面如关玉,谋若星辰,潇洒清新,容貌出众! 你就像一棵迎风的玉树!人间最美的风景,是王一博的坚持和自制力创造出来的。 因K60王一博海报爆红,开播一十分钟超一千万人观看,三十分钟超两千万人观看。 我们隐含的想法是,每一年,每个阶段,以及在一起的冒险都从头开始。 我和王一博会在东方卫视见面,然后一起去拜年,告别2022,汇聚惊喜,引爆舞台,激励全场。 等待2023年,王一博新歌的概念海报也随着歌曲在东方卫视的首播一起公开。 王一博为夏宇海报设计的美术作品游牧野杨谦工作室构思,是幻想。 零星的阵雨过冬,新的一年焕然一新。 这只在幕后工作的小队的能力大多不为人知。 北京冬奥会核心视觉创意设计团队成员,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频影像创意团队成员, 张艺谋导演中国新媒体先锋视觉团队成员。 这也彰显了王一博的实力。 他最大的财富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言辞。 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精一求精, 绝不仅仅是为了炫耀。 他总是在最好的平台上全力以赴, 让公众看到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东方卫视舞台上的表现吧。 他可能不会像当年的《五感和我的世界》密码那样炸, 但是有这么棒的团队, 我们觉得这个舞台一定有尖端科技, 舞台舞美无疑是非比寻常的。 这是一场视觉盛宴, 舞台设计将继续以新的方式让你惊叹。 期待UNIQ王一博新歌的发布。 12月30日中午,QQ音乐, 酷狗音乐,酷我音乐同步发布, 新歌如阳光。 他传达了一个人可以接受世界上的一切, 就像太阳一样, 不断升起和落下, 感觉成熟而温暖。 王一博的公司赞助也一一更新。 海伦·凯勒再次签约UNIQ代言人王一博, 这不是施华洛士奇。 2020年之前, 施华洛士奇与王一博合作过。 2019年, 他们再续前缘, 携手施展迷人招数, 体验精彩人生。 众多公司的付出说明, 王一博的号召力并不广泛。 尽管有意降低了自己的知名度, 但王一博保持低调并提高了知名度。 每次王一博有困难, 粉丝们都会争先恐后的直播。 再一次, 一千次, 领先的搜索。 保持低调很难。 这么高的人气为什么不续约呢? 感谢摩托姐和王一博代言人的大力支持。 前几天的红米K60发布会特意请摩托姐出席。 我怎么能浪费这个美味的糕点呢? 朴实的外表下, 王一博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男人。 他充满了仪式感。 他非常讲究, 他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目的。 一年又一年的滋味, 一站又一站的风景, 期待新年的烟花, 心想事成。 期待王一博各类型新作的到来。 上帝愿意与你相遇。 如果你有能力开朗和快乐, 愿你既能爱自己又能爱他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订阅、订阅。